就会影响到 因为你做不同选择的时候 可能未来在财务上的负担会不同 那他就在这一点要提醒大家 还有我加一点 就是每一个保险公司 他们又都有资料控制的 比如说你一个什么病血 你一个就是肺病还是什么样的 他的保险公司根据你的病情 他要求医生做一点什么的检查 什么的验血 照X光环这什么事情 他们全部都有资料控制的 所以不要怕 不要说买了保险以后去看医生 他医生会偷工减了 没有这种事情的 这样全部都是 每一个保险公司 我们都有很清清楚楚的资料控制 我们要提高上去 大家报告 那在选择医疗的时候 刚刚霍女士一直提到 交易市场的网站 就是等于现在 无论你是要这个平台 是申请公家的民间的 只要是都要透过这个计划 但是这里面就涉及到很多个人的资料 还有甚至医疗的资料都会在这个系统里面 怎么样可以比较确保 自己得到保障 我想请这个霍女士 因为她也是有牌的导航员 给我们提醒一下 我的经验就是这样子 很多民众来问 Betty 你觉得哪一个最好啊 你可以介绍你一个公司给我 或者选择哪一间的粉洁、白金、黄金 这个问题要考虑的是你自己家庭的情况怎样 经济的情况怎样 另外就是看你自己很重要的 就是说你自己的那个意料需要在什么地方 有的时候可能年纪大一点的 有一点的长期的慢性病 那么你就需要考虑 可能我还是付多一点保险费 支付费就少一点 对吗 如果是你说我年纪轻的 我一年基本上就是看一两次病的 可能我就付多一点的支付费 可是我要提一提最要紧的 就是你自己应该怎么决定 应该怎样考虑情况 第一我要再提提 我们没有提过的就是预防生育治疗 这一个是最重要的 这个保健好的地方就是 如果你去每一年做一个体检跟筛检 是不需要付一点自费的 这个是很要紧的 我们中国人真的是很注重保健的 我们广东人喝什么汤 包什么药 这个就是保健的问题 所以看医生不是看病 有时候就是要健保 为什么我们需要健保保健我们的身体健康 这个就是要紧的 你们自己的资料 这个有时候就说 需要经济上面的资料去申请的时候 对不对 可是基本上就不需要你的 医疗上面的资料 比如说跟健保员讲 就是怎么样 我病情怎么样 是应该知道 可是有考虑 这个传播的资料是保密的 就不会通过什么地方 资料其实在我们网站说 什么资料都不要 不需要的 你只要给我们的资料 你跟我讲 就是我的社群安全号码是什么 什么就可以上去了 你的股计 你的收入多少 你什么资料 Document 证明根本就是不需要的 除非上去的话 上完之后 他们觉得这个好像 问题还是不得了很好 可能他们就需要拿一点 你的资料送上去给他们看 送上去的资料全部是保密的 如果你们给我们的大航员 我们也把它削掉 根本不会 所以根本不会把你的 市营的东西漏出去的 可是刚刚我们的政府官员也讲了 就是很要紧 什么资料都不会到外面去的 可是如果有人问你 我只要资料 我帮你传起来 你们就是要小心一点 另外也就是 因为收费的可能都有一点问题 因为所有的导航员 这些都不收费 即使是经济也不收费 他们这个保密 什么都不收费 你们如果要小心的话 就是我跟你讲 纽约州政府给我们的批准的 一个ID 这是纽约州政府给我们的 导航员也好 SWordify Council也好 是有一个证明的 另外刚刚这女士也提到一点很重要 看医生并没有表示看病 在整个OG健保里面 所有预防性的门诊 跟这个都是不用付费的 没有费用也没有扣费 没有供付额 现在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我想每一位语谈人士 我想每个人大概花两三分钟的时间 就你个人的观点 从会计师 从医生 或者是从社区医疗机构或者是医院的角度来讲 为什么你觉得健保重要 然后呢 在选择健保的话呢 有什么地方你觉得 除了刚刚我们提到过以外 还很重要的 可能是语言啊 或者是说其他部分 所以我想请 郑会计师 我想这个健保直降到40次 我在想这个新的健保有很多人反对 也有很多人赞成 但是这些我觉得以我个人来讲我都可以理解 因为每个人站的这个立场不一样 以这个高收入的人来讲 他们能够领这样的薪资 他们的雇主力已经提供很好的健保 或是说他们也有能力去购买这个健康保险 那以低收入来讲 在现行的支付之下 他们也可以申请到medicare或medicare 他们本身也不需要缴什么健康费用 那 这也是我们经常听到有人在讲 在美国呢 要嘛你当美国钱人 要嘛你当穷人 那在中间的人呢 是怎么样 所以没有比人家扫脚 但是什么福利都得不到 但是呢我要讲这个新的健保法绝对是一个灵魂 它那个最大的受益的族群是什么族群 就是中等收入跟中益收入这些广大的族群 因为这个新的健保是每个月的这个保费大到的降低 然后使更多的人可以供来健保 是否有些服务选应 是否认为要是否认为 一件事是否认为 那些科学筹的预算是否认为 到他们认为 是否认为 是否认为 认为 可以认为 你能够面 如果您知道你的服务力跟随員会被保抗 ging, 如果您知道你不需要接触, 您的員工不需要接触上去 falls奋回到接触方向了 如果您在コメント上 保抗你 要留下你的服务力 不行,那你患者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您真的要通知保抗 taught the insurance network and also particularly if you may go through different insurance plans throughout the year to make sure that you know when you're enrolled when you're not enrolled so that I would say would b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remember 吳總幹事覺得最重要的 就是要確認一下 你看的這個醫生 真的是在這家公司的 这个健保计划的这个网络里面 因为每一家健保公司有不同的计划 是要在那个计划的网络里面 然后你自己的健保是什么时候生效 什么时候不生效 还有包括内容 因为很多时候在实际上来讲 就是有时候医生 他可能简单确定一下 然后说你有 或者是你告诉他你有 给他这个copy 就去了以后 做完医疗服务以后才发现 结果不包这不包呢 或者是全部包 最后呢要负担的 可能还是你自己 所以事先做的这个功课呢 是第一重要 相信已经听了那么多 讲关键法的事情 可是我在这里面 有很多地方要提醒大家一下 因为作为一个民众来讲 你买一个保险 不是单单要看那个保险公司 他保障的所有的东西 而且还要看一看地区 比如说你住在的地区 你家里面附近的医院 是收哪一个保险的 你也是很要紧的一个项目 比如说你的私家医生说 你现在要到医院去做一个很小的手术 我介绍你到这个医院去 可是这个医院不收你的保险 你怎么办呢 就要去找一个医院 是收那个保险的医院 跟收那个保险的医生 所以买保险以前呢 就要了解一下万一万 你附近的医院里面收的保险是什么 很多医院就是很多 就是说16种保险都收 可是有一点医院 我知道他只有收4种保险 如果他只有收4种保险的时候 你买的保险怎么办呢 那当然说你是急症的 有什么标准的事情送进去 他们是一定要看你的 这个是没有办法 他们不可以说 我们不收一定会收你 可是就是安排进医院的那个费用 就会成问题了 希望大家就是比较小心翼翔 这个陈女士说的真的很重要 因为这个在美国是 有时候医疗是分开的 虽然说假设你用眼科手术 可能你的眼科医生有收 但是眼科必须去 因为设备的关系 要去某一个 这个medical facility去做 那这一家这个 这个怎么讲 医院或诊疗 有没有收你的健保 也会影响到未来你的费用的问题 所以这些如果说你有计划 在使用某一些医疗服务的话 这些都要详细的了解 跟过滤以后 才选择这个健保计划 而不是只看这个月费 对吧 这个是很对的 既然我们谈到这个问题 我就再加一点 就是你要吃的药 医生每一个 有看医生就是看一次 可是你吃药 可是长期要吃的 这个也是很要紧的 基本上普通的什么药都已经报了 每个保险工资都高 可能就特别的可能不报 也不一定 所以这个很要紧的 可是我基本上想讲一讲 我本人觉得这个计划是根本是很好很好的 可是我们觉得呢 我付了那个月费之后 还要付那个供付费呀 扣费呀 Doc.com 为什么还要怎么样子 对不对 是觉得很不公平这个意思 可是我就想提一提就是 现在不是就是付医生的费用 医生费用其实不是很贵的 可是我们如果真的有大病的时候 要进医院去 这个是很大病 就算你年纪轻 你今天什么病都没有 今天有病都不知道的 对吧 这个是很要紧的 另外我也讲一讲的话呢 就是为什么我们说 如果你有大病的时候 把你的费用传备 要支厂 什么东西传备 要没了 破产了 对不对 如果你没有保险的话 这个就会发生 一有保险就不会了 我们现在的保险就没有那个 对 没有那个 线上了 所以问题就是以前 好像有个保险公司付100万 最多100万 超过100万的话 他就不会付了 你自己要付了 对不对 100万你说这个很多 可是你有一个大病的话 是很贵的 所以你们听过有的亲戚朋友 就是说 我真的买房子 然后我全部的资产 全部要放在这个上面 所以这是很要紧的 这问题就是说 我们有时候不是我们 负担不起那个保险费 是我们愿意不愿意 负担那个保险费 就是看你们要考虑这个问题 是很重要的 郑女士提到这里 有几点都是非常好 第一个就是 医生我们还不至于常看 对不对 但用药有些时候 天天都用药 有时候我们有 这个民众来询问 像糖尿病或怎么样 可能使用的药比较特别 有没有包在这家公司的网络里面 这个就是非常的重要 那所以这些提醒都非常好 那等一下我们会保留一些时间 给民众提问 那我们因为进了对比较多 这个大部分重点式的提要 等一下我们会有三个个案 会请导航员或是会计师 来稍微分析一下 然后帮助民众来了解 就具体上这个怎么样使用这个计算器 然后呢 回答大家比较个别的问题 那今天我们的这个论坛就稍微做一个休息 感谢各位民众又回到我们这个论坛的现场 那因为刚刚我们虽然举了一些例子 可是从民众的提问来看 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没有办法对号入座 所以呢 我们就花点时间 跟大家来做一下那个模拟 那个这个estimate 就怎么样使用说 我到底人口数多少 我收入多少 出哪个county买什么计划 大概会有什么样的津贴等等 来给大家做一个练习 现在我们有technical issue 还要三分钟 那没关系 等一下我先给大家解释一下 免得开始的时候 大家不太清楚我们在做什么 我们总共有三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呢 是个人的 那我们会由这个 我们的有排导行员 郑女士也是总监 来替我们解释 那这个案例为什么特别呢 因为呢 他的收入呢 是在低于250贫穷线以内的 也就是说刚刚我们提到过 健保有两种优惠 对不对 有哪两种啊 一种是月费的 一种呢 就是在资负额上面会降低 你的资负额来给你提供援助的 所以呢 等一下会有我们导航 高级导航员 来替我们解释 说哎 那像他这样的情况 就不见得是买最便宜的健保最好咯 那怎么样运作 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个case 那我们的第二个case呢 是一个收入大概是三口人之家赚五万多块钱 但是只有一个人买健保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在计算器虽然算出来它不能够符合今天 但是实际上它可以在年底的时候 再根据计算拿回它的保费今天 那我们第二个case就由我们的会计师来进行 那第三个case呢 就是也是很多民众问的 就是夫妻两个呢 可能太太有工作 所以是有健保的 公司有提供 虽然公司提供的健保 不见得是你最满意的那种 可能资负额比较高 但是太太可不可以进入这个健保计划拿贴补呢 那先生就是没有包在公司提供健保计划的人 可不可以拿贴补呢 这也是我们常见的case 所以等一下呢 我们会做这三个case 三个case举例完了以后呢 我们会有这个Q&A的部分来回答问题 那我们有四位专家在这边 那还有除了专家在台上的 我们还有州政府的代表 市政府的代表 有些问题可能是比较政策方面的 这些我们都会很荣幸 一般我们都知道官员 他们来了开场以后可能离开 但他们很有诚意 想要在这边解答大家的问题 希望大家都把握这个机会 那我们电脑现在可以 那我们第一个个案分析呢 就是如果有一个 我们经常碰到 这其实是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有一个女士呢 其实孩子已经大了 那她自己是独居的 那她的收入呢 在两万一 人就住在皇后区 然后呢 是大概六十岁左右 那她想知道她会符合 月费的贴补多少呢 还有她可以降低 她的这个资负额多少呢 那我们来请我们的 王牌导航员来跟我们解释一下 这里没有王牌导航员的 因为这是新的计划 我们每个人就是在心地在说这个事情 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 这就是那个计算机 这计算机呢 如果你们要计算的话 可以自己到网上去 去可以查 能知道这个情况是怎么样 对吗 其实呢 这是很简单 我首先讲一讲 第一个就是说 太不好的就是没有中文在上面 可是我们就说一家人多少人呢 对不对 几个人要 第一行就是几个人要参加这个保险 另外就是说有几个是小孩子 十九岁以下的这个样子 另外第二行就是说 还有小孩子是二十六岁以下的 现在这新的计划就是说 如果每个雇主有保险在跟雇主里边的 现在他小孩不超过六十六岁 也可以甚至在他的房子之内 这个是很好的 基本上这是很简单的 你把这个数字放进去就可以了 最要紧就是看看你的收入多少 另外再选择哪个计划 就是零啊白金啊火车 所以你先把哲理局先零了 然后就是要把我们住在每个county 那个眷院 因为有的保险 保健公司就不是一定在Queens的 所以这个很要紧 一放进去之后呢 自动他会出来了 多好啊 我们根本不需要算的 他全部已经算出来了 这里已经算出来了 你先看看这里 那个今天呢 这位女士呢 就是今天可以两百六十八 每个月 每个月的 这个是每个月的 因为我们付保险费是每个月付的 所以这个是很要紧的 另外呢 这里就看你的NU Taxable 英股多少了 这里 这个我现在不解释 不需要先不需要解释这个地方了 因为这越解释有时候越乱 所以就我们在下面再拉上来看看 好吧 一到下面呢 就是有我们Queens的保健公司 一直在这里了 就可以看得见 那么这里已经算出来了 除了那个津贴之外 这位女士还要自己 还要付多少钱 对不对 这个就是保险 保险费 费用多少每个月 然后呢 这个津贴就是两百六十块块九毛钱 自己还要付这个数目 你可以看得见 每个保健公司有点不同的 我们刚刚说 你自己的预算怎么样 你经济怎么样 不是一定就是看钱的 问题还有别的考虑 别的问题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有时候我们就说 我还是买铜的最好 对不对 铜的最便宜嘛 对吗 可不一定是最便宜的 有的是便宜 在这位女士来看呢 她的那个 金贴就是一样这么多了 可是呢 她是在贫穷线以下的 就是两百五十 贫穷线以下的 又特别有味 除了可以拿一道 补助金贴到每月的月费之外 就还可以补助支付费用 这个是很要紧的 我们可以拿另外一个 这一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保险的 这个支付费用 这个白金金黄金银 这里有铜 还有特别这里呢 有一个铜叫 core sharing 这意思就是支付费用 那你可以看得见 如果是她刚刚那位女士 我们算出来就是在两百五十 那个贫穷线以下的 如果我们选择您的 就可以享受这里的福利 可是如果你选择 我说不选择那个您的 我还选择铜的 铜的在这一边 铜的铜的 铜的自己要先付三千块钱 然后再付百分之五十的 core sharing 就是说你每一次去看医生 那医生说你一百块钱 也要付十块钱 所以这个是铜的 可是它的保费是最低的 可是如果你可以在两百五十以下的话 就是这里 如果你选择您的话 你这里看一看 如果你是在一百百分之一百五十个percent之后 你在这里看 这里是 deductible 一分钱都不要付 跟那个白金的一样不要付 看见吗 然后呢 看医生那个 co pay 你们叫做co pay 每个人都听过了 co pay 如果你赢的 本来就是三十块钱 现在呢 就是十块钱就可以了 所以自己要觉得到底怎么样 不要说就是看那个保险费多少 有时候就是要算一算自己在这个贫穷线之内嘛 如果在这个字内的话 你就要考虑选择 可能赢得了 好 所以这个case呢 等于就是说 这个case的主要的意思就是 让大家知道 就是刚刚这个霍女士提到过 平基加健保里面两个 一个就是在月费上的补助 我们都知道百分之四百以内的 有时候成年四口人之家 九万四千两百块以内 可以享受贴补 刚刚我们也可以用 透过计算器来了解到自己的贴补 但在贴补以外呢 还有一个平凶线两百五十以内 比如说我们举的第一个case 就是可以透过这种 降低你自负额 因为我们看医生的时候 还有一个自负额嘛 他透过降低你自负额的帮助来援助你 也就是说你在购买银级的时候 你只能用银级的钱 你是享受白金级的自负额 明白吗 所以呢 这些你们都不用太担心 其实导航员在帮你的时候 电脑是自动会出来的 你不要说 奇怪我第一次见我导航员的时候 他都没跟我解释那么多 因为他不需要 他直接落点的时候 会根据你到底是在哪一个范围里面符合什么 电脑都会自动告诉他 他也会自动跟你解释 所以我们就想举一个例子提醒大家 除了在月付的 就是每个月的借宝费有贴补以外呢 还有一个是自负额援助的部分 这是我们举的第一个case 那我们举的第二个case呢就是 一个三口人之家 然后赚五万八千块钱住在布鲁克林区 那是这个就是当家就是主要那个人 他自己没有健保费 但是呢他在透过网站的时候 虽然发现他是落点在百分之四百平胸线以内 但透过这个我们看一下他的estimate 一样他我们可以帮他做一个estimate 我们再回去 这个随便 好这就是等于是三口人 对他家有三口人 需要健保是一个成人 没有孩子 他赚五万八千块钱 一样如果是买银级的话 住在布鲁克林区 结果计算出来呢 就说他在收入里面 他是能够负担他的这个月保费 所以他就没有津贴 但在这种情况下 只是在做这个estimate的时候 可能这个系统没有recognize他的情况 但如果说他在报税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在税务上的时候 怎么样拿到他的月费今天呢 就是他如果买了这个健保 每个月一样付他的基本月费 到年底的时候 怎么样climb回来他的test credit 我在想像这样的情况 应该是属于比较特殊的情况 到目前为止 这个博税局都还没有把这个税表 就是相关的这个form 公布出来说 我们这个quit到底应该怎么算 所以说我可以 我可以 感谢观看